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期四晚上八点钟 为您播出的蒂勒森亚太行特别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抵达日本 展开了对日本 韩国与中国 亚太三国的访问 一般认为朝鲜半岛问题是蒂勒森此行的重要目的 蒂勒森能否与三国达成重大共识 打破朝鲜问题的僵局 备受关注 那么在星期四 蒂勒森国务卿在日本东京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 两位外相也在几个小时前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我们下面通过同声传译来为您播出这场记者会的全部内容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还有媒体的各位人士 我们现在就开始联合记者招待会 这是由蒂勒森国务卿还有岸田外相的记者会 那首先的话 我们呢 最后非常首先我要欢迎蒂勒森国务卿 他这个亚洲之行出访了第一站来到的这个日本 作为的国务卿的任务来到日本 那我非常欢迎蒂勒森国务卿 他出访日本是他的上任为国务卿以后的第一个 对于日本的第一次访问 那可以呢 可以显示 那这国务卿呢 对我们这个地区他的重视 还有对于呢 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重视 最近的这个安倍首相 还有呢 特朗普总统之间 则才在举行过的这样的一个峰会 那可以显示出呢 美国跟日本之间 这个美日关系的这样一个的了解 还有呢 在于未来呢 我们呢 两国要怎么样往前走 而且我们的两国的了解说 我们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我跟了蒂勒森国务卿 他刚刚也谈到我们要怎么样呢 采取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首先呢 对于美日的安全的话呢 在我们的两国的元首的这样的联合声明里面的话 都要强调的话呢 美国将呢 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而日本的话呢 也会呢 在这个美日联盟的这样的关系中里面呢 这更坚定我们的角色 那从此 至于呢 这些的具体的这样一个的措施 美国跟日本要怎么做的话 我们呢 决定的话呢 两国决定 要呢 召开那个2加2的这样一个会谈 那一个措施的会谈 那我跟呢 跟蒂勒森国务卿呢 我跟呢 也谈到了有关于我们这议程里面呢 那所要谈到的这样的重要的这一题 那我们也同意的话呢 要呢 尽快的来的协调 还有呢 这样制定的这样的一个的时间 什么时候来举行的2加2的这样的一个会谈 那对于呢 冲审的话呢 哇 我们也谈到有关他 也希望呢 能够呢 大幅的减少了对于呢 冲审的这样的影响 我们也同意的话 美国跟日本的话呢 会相互协调 再重新的将这个 把这个基地的话呢 从普天坚基地的话呢 迁移到这个野谷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谈到我们来交换的一些的 有关于对于这个朝鲜 还有中国上面的这样的看法 对于有关于朝鲜上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的立场是非常一定的话 我们绝对的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一个朝鲜的发展 它的核武器 还有呢 这个是试射飞弹的一些情况 试射导弹的情况 所以呢 美国跟日本在这方面的话呢 还有呢 跟韩国会做出协调 来要求强烈的协调 朝鲜马上停止它这个挑衅的这样的一个的行为 那同时呢 要完全的遵守 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案里面呢 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的决议 这是一个对于美国 我认为日本是非常重要的的话 对于美日韩的话 我们三国必须要进行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 那至于有关于呢 美国的这个朝鲜政策上面的话呢 我们我也跟他谈到了 有关于呢 日本的这样 日本政府的这样一个的立场 我们也认为的话呢 必须要加深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上面的话的话 来解决呢 朝鲜上面一个的问题 同时呢 我也提到的话呢 有关于这一个呢 这个鲁人的事件的话 对于呢 日本的主权的话 是非常影响的 同时呢 对于呢 日本人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安倍首相的政府里面的话呢 最重视的一个议题 我们就对我们两国呢 这未来的话 我们这方面的话进行的工作 那同时的话呢 我也提到有关于呢 日本呢 在跟中国建立这个关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 我说的话呢 我们 我们也非常重视呢 美国呢 在尖阁列岛上面呢 所展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在联合声明的话呢 就是表示美国跟日本的话 会加强这个关系 来帮 来维持呢 这个南海之间的稳定 这就是呢 我跟呢 丁乐森国务卿之间的会谈里面的话 我们也谈到呢 未来的话 要怎么做 我们呢 有我们 共同关系的一个问题 在东南海上面的时候 我们也 我们呢 也呢 再次的强调呢 在这方面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跟呢 丁乐森国务卿的会晤里面的话呢 我们非常的坦诚的展开了 这方面的这样的会谈 而且呢 我们呢 采取了非常一致的一个立场 那为了要取得更 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话 非常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我们 必须要更密切的合作 不只是我 还有的 这个的丁乐森的国务卿 那所以呢 我们还会只要工作来来做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请呢 这个丁乐森国务卿来进行他的发言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呢 这个外向岸田文雄 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日本来出访 来到了东京 然后作为一位国务卿的话呢 我想呢 这族里呢 非常的能够强调呢 美国跟日本之间的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已经呢 跟这个岸田外向的话呢 在博恩 还有在华盛顿的话呢 都已经尽兴了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谈 稍晚的话呢 我将会会晤呢 这个安倍首相 那美国呢 跟日本的这样的关系 不断的 在过去都是非常的坚定的 在这个特朗普政府里面 我们也继续这样的一个秩序 我们会继续的加深我们两国的关系 而且呢 这是一个对我们两国都公平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会跟日本的话 一起合作 来达到我们共同的这样分标 包括呢 在这个美日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联盟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我们海事上面的安全 那这个 再加强的美日韩三边的关系 以便能化解呢 这个朝鲜所带来了这样的危险 它有核武器的这样的危险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呢 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 和平繁荣跟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形势 那一个未来 美国的话呢 我们承诺我们会加强 我们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日本 在也承诺他们在我们的 美日联盟里面也会这样的 我们的重新的重申 这是1990年的时候呢 美日呢 安保 条约里面的第五条款 有关于呢 尖格列岛的话 我们反对任何的单独的 对什么 对于有关于尖格列岛 采取了单边的任何的那个行动 就像呢 这2月10号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安倍首相呢 所做的这样的峰会的声明 那我们呢 对于呢 朝鲜 提到的三边的关系 美日韩的话呢 来应付呢 有关于这一个朝鲜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这个三边的这样的一个 紧密合作关系的话呢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 全球上面的问题 我们会继续的 这个联合国的安全决议 案2270号 还有2271号的决定案 来阻止这样的 朝鲜来发展他们的核武器 还有呢 这个带导导弹的这样的发射能力 他们因为朝鲜的话 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呢 美国还有呢 跟朝鲜的邻国 只希望能够呢 和平的稳定的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因此呼吁这样朝鲜的话呢 马上停止这种禁止 才能停止这样的挑衅的行为 并且呢 停止发展他们的核武器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 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 是绝不动摇的 那再一次 我非常的荣幸 能够呢 今天来个出访日本 同时呢 我们呢 也很期待 跟日本人民的话 继续发展我们这样密切的关系 谢谢 现在我就让 这个记者们呢 提问 那麻烦呢 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呢 请上前到了麦克风栏 同时呢 可以呢 您的名字 您所代表的组织 那麻烦呢 请简短一些 首先的话呢 我请了日本记者来提问 我是来自NHK 那我有个问题的话呢 要来请问了二位 目前的话呢 特朗普的政府的话呢 现在来审视呢 这个美国的朝鲜政策 那在您的 您两位的这个会晤里面的话呢 您是不是呢 有机会呢 谈到的有关于 这一个呢 朝鲜政策 美国的朝鲜政策的 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还有呢 这样这个 美国的立场 这方面是怎么样子 还有另外一点呢 是呢 在美国来讲的话 在 那这美国的话呢 是否要考虑呢 要再次将呢 这个朝鲜列入为呢 恐怖主义的国家指示者呢 这样的名单上面呢 那美国的话呢 现在的审视 在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样的一个 朝鲜的一个政策 在继续取得一些的进展 今天的话呢 我也传达了 日本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我们呢 两国的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 希望能够在这方面 取得的一致 我可以说的是 非常的坦诚 而且呢 是非常的 非常有内容的 那但是呢 因为呢 这个问题本身的本质呢 至于呢 我没有办法的话呢 跟您呢 详细的来说了 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 那至于呢 再次的帮这一 再次的将这个朝鲜的列为呢 恐怖主义的国家指示者 的这名单上面 那我们也谈到这一份的话呢 那现在的话 这些的话呢 要看呢 这个呢 这个法律呢 怎么样的来解释 然后怎么样的被应用 所以呢 要由呢 美国来的决定 那这些呢 要由呢 美国政府的话呢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否要将它 再次列为呢 恐怖主义的国家支持者 那我这跟呢 第六三呢 国务卿的话呢 我们的同意 就说呢 我们必须要在密切的 这个密切的 这样的 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才行 非常感谢您 我想呢 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就是呢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呢 我们的外交的努力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的话呢 要让呢 这个朝鲜呢 无核化 这样的努力的完全失败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过去的二十年 我们全部失败了 这也包含美国提供13.5亿美元 去支援朝鲜 这方的努力都失败了 希望他们能够借由这笔资金 去采取其他的手段 但是 这样子的一个资金赞助 确实的朝鲜更加一步的发展 他们的核以及导弹能力 包含在2月11号 以及3月5号 他们进行的导弹试射 那么 我们现在很心而易见的 能够看到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手段 来采取 对应这些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这一次到访 就是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 岸田外相与我 在这个采取什么不同手段方面呢 有非常坦诚不公的谈话 那么我很快的将会与 安倍首相进行谈话 那么同时呢 在首尔以及北京 也会进行新的这个谈话 非常感谢 那我现在是否能请美方的记者来提问 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举手 谢谢 今天白公为这个联邦的预算呢 它显示了新的这个蓝图 那么为国务院有大幅删减预算的这个行为 您支持 在这个外交以及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 大幅之间是否支持 而您认为这是否能够继续代表 美国的这个利益 而且是否会限制国务院的一些行动 那么 关于朝鲜的这个问题 朝鲜问题对日本产生的威胁 是否非常的立即有非常即刻的这个反应 您认为呢 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可以 以核武攻击日本 提特森国务卿您说 我认为呢 关于预算 现在提出的这个预算呢 放在川普总统面前的这个预算 重要的是呢 就我们国务院来说 我们意识到国务院 一直以来呢 在预算方面呢 拨的这个款项是比较多的 那么 这个在过去几年的影响之下 才有这样的一个决策 这也是因为过去几年 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灾难必须要进行外援等等 那么 至于国务院 一直以来 所支出的一些花费 在过去几年的这些花费支出呢 是不可持续性的 所以呢 在未来 川普总统希望国务院 能够做到的 就是能够反映一些我们的预期吧 那么首先呢 随着时间推进 我们希望 美国会更少的去介入 直接的介入任何的这个军事冲突 第二呢 就是我们在外援的这些项目 更有效的同时呢 也能够 让从我们的其他国家 对其同盟国家去提供更多的这个资源 让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这个外援 已经灾难救助的这个状况 那么作为国务院的一份子呢 我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国务院的男女都在国务院服务呢 是为同一个目标 我们呢 都是因为我们非常的 呃 诚承治的希望能够 确保美国的安全跟经济安全 而不是为了钱 我们 会 以非常全面的方式来去审议 看所有的 这个项目是 如何执行 并且呢 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呃 国务院的这个结构 我也非常的有信心呢 所有国务院的人员人工都能够在建立一个更有效率 更高效的呃 这个 呃 道路 那也会花费的这个成本更少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 但是呢 我是非常愿意接受川普总统给我们的这个挑战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所有的国务院的人员呢 都能够为美国人民的未来创造出更好的工作绩效 非常感谢 呃 对我来说呢 呃 您刚刚问我说呃 关于朝鲜的这个威胁我们怎么看待 首先呢 我 认为呢 朝鲜不断的这个挑衅 不管是这个地区 不管是对我们国际社会 或是对美国人员来说 这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挑战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纵容这样子的呃 挑衅行为 而 朝鲜在进来 进行的这个核试验 以及导弹 超过20名导弹发射的这些行为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他们 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进展 这些 朝鲜的挑衅行为 事实上已经又 更进一步发展成了新的这个威胁的态势 这个是在未来呢 我认为我们希望能够与美国一起合作 还有与其他有关的双方一起合作 来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朝鲜能够发展自我限制 自我克制 并且呢能够我们能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希望我们能够保护所有的同盟国的人民的这个性命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侦查的这个行为 使我们更能警醒 并且呢能够更好 更好的自我准备会发生的任何状况 好 再次感谢 那么现在呢我愿意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 我是Sukimoto 我是报社的 我会给两位外长提问 那么两年前呢 日本以及南韩 我们有了一个协议 就像两位提的 日本呢以及韩国必须要互相紧密的合作 关于慰安妇的这个议题呢 必须要进一步的合作 那么美国国务卿对于这两个国家协议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给第二次国务卿再提一个问题 那么奥巴马总统政府 他们是支持这个韩国及日本之间的协议的 那么川普总统是怎么看待这份协议 那么我知道第二次国务卿 你们也会拜访韩国 也会与韩国外长见面 那么在执行这个韩日协议上面 你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要如何能够更积极地去执行 实行这份协议 好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与第二次国务卿早先会晤时 我们有提到现在的区域是非常的困难 重要的是 我们美日韩三方必须要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我同时呢也再次强调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执行韩日之间的协议 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基石 也是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基石 那么第二次国务卿 也同样的 同意美国支持 韩日之间的这个协议 韩日协议 是在国际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韩国也同意了要去 以负责任的态度来执行这份协议 要执行这份协议 是韩日双方共同的责任 也是对国际社会应该负上的责任 那么至于本届政府 就是至于本届韩国政府 以及下一任总统大选过后 将会迎新的这个份政府 我们日本政府都会积极的要求 无论哪届政府上任都能够执行这份协议 非常感谢 请鼓勤发言 我很感谢 我也非常的理解 这个双方之间 必须要解决这历史上面的议题 是怎么的困难 那么韩国全力支持 韩国与日本之间达成的这份协议 去解决这些议题 我们鼓励双方 面对这份协议时能够以最忠诚 最诚实的态度去完成 那么重要的是呢 我们这三方的关系都要保持这个密切的合作 我们三方在对抗这个朝鲜之间的威胁上更加的必须要辅作无间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协议上能够尽快的达成解决 非常感谢 那么现在请由美方来发最后一个问题 CBS新闻 蒂勒森国务卿呢 您如何能够让这个中国与我们美国一道来去解决朝鲜上面的问题 那么更具体的是 您认为有什么样更具体的做法 能够让朝鲜改变做法 然后外向给您的问题呢 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立法人员在日本呢 希望能够先发制人 那么您觉得日本政府是否有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选项 至于中国的支持 是否能够让中国支持鼓励朝鲜放弃他们的核项目方面呢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呢 它与朝鲜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同时呢 一直以来他们的政策也是缠名 希望朝鲜去核 朝鲜在中国呢 在2270跟271号安理会协议上也都是支持投赞成票的 所以呢 中国也是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进行制裁的 那么我们会与中国一道一起合作 去看中国愿意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帮助朝鲜采取什么样不同的态度 去针对他们的核计划作出改变 非常感谢 现在请外相发言 没有真的完全理解您的这个问题啊 就中国的这个部分 讲到这个朝鲜去核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也同意这一点 那讲到中国 中国是我们六方会谈的主席 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 那么也是与朝鲜有90%的这个贸易量 那么所以呢 中国对朝鲜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是能与美国一起合作 扮演一个更具有技术性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但是 我就只回答这个 中国部分的这个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联合记者会的尾声了 您刚才看到听到的 就是蒂勒森国务卿在今天下午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会面后 两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蒂勒森国务卿表示呢 过去20年来的外交努力 都没有能够实现平壤 去核化的目标 面对朝鲜不断升级的威胁 需要一套新的应对方法 而在记者会后呢 蒂勒森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 蒂勒森国务卿接下来的重要议程还包括什么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在日本东京采访的 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来为您报道 荣湘你好 一文你好 是这是很忙碌的一天 荣湘我们知道这是蒂勒森国务卿呢 他第一次在就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访问 针对这三个国家中日韩 其实他们对于朝鲜的核试验 还有弹道导弹试射都有着共同的忧虑 但是对于如何来应对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到底蒂勒森国务卿此行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他面临的挑战呢 包括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 也就是所谓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而引发的紧张关系 还有呢就是韩国政局动荡所造成的复杂的局面 我们知道呢在蒂勒森出访之前 朝鲜向日本西北部台岸外面的水域发射了弹道导弹 那么美国认为平长呢持续的试射 以及扩大武器的项目令人非常担忧 已经到了美国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 那么蒂勒森呢也和日本韩国还有中国 要共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新的途径 不过呢美国华盛顿呢一般认为目前还不是呢 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和他们展开直接对话的时机 美国公司说呢不会以任何途径形态或是方式来鼓励他们的行为 另外呢小布什政府时期那时候的前白宫官会的主管 雅达事务的主任韦德尼呢他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几个月中国会继续向清瓦台来施压 希望韩国的新政府撤回决定不要再继续部署萨德系统 但是布鲁基斯学会呢 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博瑞哲 他说呢认为他认为中国应该发火的对象呢 是朝鲜而不是韩国或是美国 因为朝鲜挑衅呢是导致部署萨德系统问题的根源 宇文 是那么荣香我们也知道现在在日本在韩国各界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交商的影响 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 蒂勒森国务卿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新的行程 到底还包括了什么 哪些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他的行程呢主要包括了韩国的首尔 还有中国的北京 那么星期五蒂勒森将抵达首尔访问 并且参观位于朝鲜以及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 他提醒呢其实也是再次确认 韩国在朴槿会下台之后呢 新的领导阶层会继续来支持 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 那么在访问中国的期间 蒂勒森呢将在美国总统川普 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还有呢两国高级官员接触的基础之上呢 继续努力来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变关系 并且以这个成果以这个结果为重心的双变关系 来同时确保北京要遵守公平竞争的贸易的规则 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荣香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 将会在星期六抵达北京 在他与中方即将举行的会谈里 朝核问题成为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议题 那么有关于蒂勒森访华还有朝核问题 中国方面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 来带您了解情况 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北京方面对于蒂勒森的首次到访啊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 那么对于朝核问题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呢 是的 中国外交部呢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 就谈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 将与中方会谈的议题 那么重点呢就谈论了朝核问题 以及缅甸北部边境战乱等问题 那么有外媒记者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访华 和他将与中方讨论的问题啊 之中就明确列举了各方关注的朝核问题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啊 也重点详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而华春莹重申了外交部长王毅 上周在人大记者会上发表的那个双暂停的提议 即美朝双方立即暂停 各自的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动 也就是朝鲜暂停河岛进程 美方暂停与韩国进行军演 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听华春莹是怎么说的 目前的双方正在就有关会见的和会谈的安排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那么大家都非常关心朝鲜半岛问题 我也看到很多的报道 说蒂勒森国务卿来访华期间呢 这将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的这个议题 我想讲的是呢 近期中方呢已经多次表达了 对当前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担忧 并且提出了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建议 目的呢就是要摆脱目前半岛面临的安全的困境 然后再同步对等的去解决各方的关切 进而呢寻求能够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刚刚从华春莹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啊 北京方面似乎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居间调停的角色 那么对此我知道朝鲜方面 朝鲜的驻华公使在今天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对于即将要举行的美中会谈 朝鲜方面也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我们目前上面看到平壤方面对中方的建议 或者对蒂勒森即将访华有什么反应 不过呢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以后呢 赶到了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 那里呢刚刚举行了一场少有的记者会啊 那么记者在朝鲜使馆外面呢就了解到 那么朝鲜官员在这个记者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 谴责美国和韩国大规模的军演 并且称呢马来西亚 借朝鲜公民金哲死亡事件 也就是朝鲜独裁领导人 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哥哥 金正男死亡的事件来诋毁朝鲜 那么朝鲜驻马来西亚的大使呢 江泽上周被马来西亚驱逐出境以后呢 就来到了北京 从一个小门进入了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 至今还没有露面一文 是 那叶冰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则消息 这是在中国与缅甸的边境最近战火重开 有中国的编民受到了波及 那么就在缅北战乱越演越烈的时刻呢 还有新闻报道说有四名缅甸编民武装领导人 到中国的昆明来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中方有没有加以证实呢 美国之音记者 今天记者会上呢 就首先提出了缅甸北部地区 果敢发生的这个政府军和编民武装 军事冲突的相关问题 那么在美国之音提出问题呢 那之后呢 这个我们请华春莹来回答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 就是四名缅民武装领导人到昆明 去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呢 列为首要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问题呢 是这个请华春莹证实是否确有此事 那么如果有的话呢 那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什么 缅甸政府呢 是不是同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谈 那么缅甸编民武装 拒绝跟缅甸政府 他自己这个国家的政府来谈判 那么为什么会同一个外国政府 也就是中国政府来谈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华春莹就表示呢 他不知道相关的新闻所说的事情是否属实 也就是没有确认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听听 华春莹当时是怎么说的 那么在近期国管这个冲突爆发以后呢 中方通过现有的渠道做了大量的劝和促谈工作 其中就包括外交部 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 同缅甸的有关各方进行接触 推动他们呢 要尽快的平息战火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 利用中国的领土 从事破坏中缅关系 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 那么对于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 我们都会依法依规的处理 那么刚才呢 华春莹这段回答呢 是在他一开始没有确认 记者所提的这个四名编民武装领导人呢 到中国去谈判的这个事情 之后在记者会进行当中呢 有一个人从会场的后面 给华春莹递来了一份补充材料啊 那么他就当场来宣读 这个是补充说明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有关的立场 那么他在当场宣读的那一段 说明呢 与刚刚外交部网站上 所发表的这个 今天记者会的文字记录稿呢 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 他当时的这不同的这个这段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 利用中国领土 从事破坏中美关系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 那么对于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呢 我们都会依法依规处理 好的 这就是那个他们在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所发表的正式的这个文稿中 说没有的 但是当时他确实是这样宣读的 好的 非常感谢记者叶斌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稍后回来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亚太行 能不能打破朝鲜问题僵局 美日韩三国同盟 这对东北亚的局势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稍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府与国际数学院副院长 万名教授将要为您进行分析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 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心中快乐 谢谢您 谢谢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 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 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 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 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VOA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蒂勒森亚太行 特别报道 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星期四 在日本东京举行了这次亚太行的第一场记者会 蒂勒森表示朝鲜的威胁不断在升级 明显的需要新的应对方法 他也表示过去20年的努力已经宣告失败了 那么在结束日本访问之后 蒂勒森将于星期五前往韩国 随后在星期六要到北京访问 紧凑的亚太行 能不能够与中日韩三国来达成共识呢 那么美日韩的三国同盟 是否也将形成中国方面所说的东北亚地区的小北约呢 我们下面要通过skype连线 为您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 万明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 万教授您好 您好 是万教授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 大概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介绍 或许您也听到了 就是蒂勒森国务卿呢 在这场记者会上呢 特别提到了 过去20年来的外交努力都是失败的 那么美方甚至曾经提供给朝鲜 13.5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平壤去核化 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蒂勒森国务卿特别提到说 必须要提出一套新的应对方案 那么万明教授您看法 就是蒂勒森国务卿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不是表明 美方也在准备改变他们过去的朝鲜政策了呢 我想他这次这个出访亚洲非常重要 但是呢 说说能不能达到共识呢 我想这个现在的可能性比较的小 因为你现在刚才那个新闻报道 说出那样 这个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还北朝鲜 他们的国家利益都不一样 另外一方面呢 这是川普政府呢 在调整对亚洲的这个政策的 这只是刚开始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会是怎么样 是 但是万教授 我们刚刚听到蒂勒森国务卿说了 他说过去的外交努力都是宣告失败的 那么他也提到说美方将会提出一套新办法 不过他并没有就这个所谓的新方法 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来做说明 您的看法 这个新方法可能是从军事 还是继续从外交方面来做呢 我想那个这个 说过去20年 美国对北朝鲜政策失败 我想这个 这个看法呢 在美国是有共识的 但是呢 具体怎么改变呢 这个非常的困难 因为从目前来看呢 除非他要把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手段 放在这个选项之一 他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选项呢 都逝了 而且都是 基本上来说是失败 他目前可以看出 大概就是说 会在这个军事防御方面 也就是说那个 加强这个军备方面 另外一方面 当然就是说那个 要这个压中国呢 在对北朝鲜 吃下更加的压力 万教授 我们知道啊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尼基海利 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 与日本韩国的驻联合国大使 也就朝鲜问题 那么进行了会谈 那么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呢 这个海利这个大使 他也特别提到了 各方已经把所有可能的选项 都搬上了台面 那么这其中呢 也有媒体分析 这当然也就包括了 所谓先发制人的这个武力打击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蒂勒森国务卿 也再次提到说 会提出新的办法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 倾向于美方 是不是有可能 朝军事方面来着手呢 那个这个 谈这个这个这个问题的 这个人的意志是有 那他现在的内部 在具体的谈什么问题 我并不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话呢 就是说从过去 这二年那个经验看到 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军事打击 这个手段加进里 那个北朝鲜基本来说呢 就是说他是软硬不吃 但是即使把这个军事打击手段 加进去呢 这个效果会是怎样的 也很困难 也很难预料 因为也很可能的 这个北朝鲜呢 他仍然就是坚持 就是他要有何况 因为一个北朝鲜认为 这个核武器对他的 这个金家这个王超的这个存亡 是至关重要 所以他的利益不一样 万教授 我们刚刚在跟北京记者 进行连线的时候 也知道实际上 今天在北京 那么朝鲜的驻华公使呢 也特别在他们的使馆 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那么除了谈到了 这个朝鲜的问题之外 谈到了金正南 这个问题之外呢 那么另外呢 他也提出了威胁 提到朝鲜半岛 现在已经是陷于核战的边缘 我们也知道 朝鲜提出核战的威胁 这其实不是第一次 但是在现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机 朝鲜的官员再一次提出 朝鲜半岛 现在又再次陷入了核战的边缘 您认为这次的威胁 是不是明显的在力度上 再次加大了呢 当然 以前他在这个 在这个威胁这个核战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 但从工前来看呢 他这个核武器的能力 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说这种威胁的话 其他国家对他的这个 说法的会比较的重视 那么他这个北朝鲜 当然是认为呢 美国想加强于这个 这个日本和韩国对北朝鲜 又同时通过中国来呢 对他施加压力 他呢 当然是他非常梦满 那他实际上对中国 现在也是非常的梦满 就认为呢 中国呢 在很大程度上呢 还是在追随美国 是 湾教授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也收到 我们在网络上直播现场 有很多的网友 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上 留下一些问题 也想向您请教的 我们有这位署名 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呢 他提到 他说实际上 这次蒂乐森的出访呢 是要叫中共来帮忙 叫中共彻底的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肯定是会加大压力 还有谈判的筹码 那么他说 如果中共再和以前一样 不排除美日韩单独武力 结束金家王朝 那么估计这次蒂乐森出访 主要是来测试中共的底线 一旦中共没有做出彻底性的改变 那么联军有可能突袭 斩首金正恩 而且不会告知中共方面 否则可能出现麻烦 您的看法 像这样的一种说法 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那个目前来看 美日韩在军事上联合的行动 就说这个结束金家王朝 这种可能性很小 他当然可能在军事上准备之时应该是有 特别是看到呢 就是说目前的韩国呢 国内政局也比较动荡 那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下一届这个总统 他的想法是怎样 我们从民调看出来 也有很多 就是说主张呢 与北朝鲜的 缓博关系的声音 所以我们还要看他那个 这个总统他选结果是怎样 这个军事打击 这个北朝鲜 这个很困难 他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能以前就实行了 因为他这个首尔 离这个北朝鲜 这个边境这么近 那么在家现在 他有一定的核武器的能力 所以他已经有一定的威慑能力 关教授 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位 这是署名叫孙潘的这位网友 那么他提到了 朝鲜一意孤行 到了今天 这不仅仅是激起了国际公愤 而且呢 在客观上 有一点利于中国 就是让中国政府 从一厢情愿的 鲜血凝成的 中朝友谊之梦里 醒过来 看清金三那张争鸣 而泼皮的暴君面目 放弃对金三的任何期待 转而寻求与美日的 更密切合作 这样呢 可以进一步来加强 美中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合作 也有助于中日的 政治关系的修好 而美中日关系的加强与深化 对于中国的民众利益 和国家利益来说 肯定是外交福音 您认为 蒂勒森此行啊 对于美中日 那么甚至包括韩国 现在我们知道中韩之间呢 因为这个乐天集团 这个抵制的事件呢 关系也陷入了紧张 您认为 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出访 对于这四个国家当中的 这个外交关系 是不是有可能 进一步的来提升呢 因为我想这个 China Sanchez 还是很重要 它这个主要意味呢 就是说那个 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稳定这个局势 因为那个 川普从中国当选以来呢 这个亚洲有很多的担心 不太清楚 这个具体政策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就说这个中国 我从我的观察来 中国对北长浅非常不满 因为北长浅这个核武器 对中国有威胁 另外一方面 它这种行为呢 造成这个美日韩 这个联合的行动 对中国不利 但是那个中国能不能 完全就是跟美国和日本 站在一起 我想这个目前看 可能性也很小 因为这个中国呢 与日本之间的 这个紧张关系 主要是有些个领土和历史问题 就是这个钓鱼 和日本所说的间隔群岛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那个另外还有南海的问题 这个这些呢 跟那个北朝鲜 有一定关系 但是呢 这个中国呢本身 跟这个这些国家 它有利益的充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能走到多远 我想这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温教授 我继续我们还想请教您 我们知道这个 在美国川普政府 现在刚刚上台 有很多人密切在关注 它未来的新的亚太政策 会如何来进行 那么就在最近呢 美国的这位代理 助理国务卿 董云赏 那么这位助亲呢 他最近表示 在奥巴马时期的 所谓重返亚太 或者是这个亚太再平衡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已经结束了 那么他表示说 各界可以期待 川普政府 会有一个自己的新的方案 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 在川普任内的政府官员 特别针对前一任的 这个所谓的亚太 这个再出发或再平衡 这样的一个政策 做出这样一个明确的 画下据点的动作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不晓得就是说 从中间来看呢 就是说谁在说什么话呢 我觉得大家都不必就解读太多 因为这个我想贴勒森 本身的这个班底还没有确立 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呢 是要改变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 那么他这个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个TPP给废除掉 TPP是当年这个再平衡 或者说再这个就是前任总统 这个欧巴马这个总统 这个说的再平衡的战略重要的部分 在这个方面他改变了 另外呢有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与同盟的关系 或者说在这个贸易方面 有很大改变 但是有些实质的问题吧 就是我们管他叫什么 但是他那个美国 有些实质的利益的话呢 我想很多方面基本方法 很难改变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其他国家这个互动关系 比如说日本啊 中国韩国北朝鲜等等国家 所以在后在具体行为上 应该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那么我们来看看 他可能的重点好了 很多人说川普总统 他未来的亚太政策 会不会集中在东亚地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呢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才刚刚结束对日本与韩国的访问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蒂勒森国务卿 也访问了日本与韩国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日韩还有整个东北亚地区 似乎在国务院来说 在五角大楼来说 都是川普新政府的一个发展的新焦点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有这个趋势 但具体能不能做到很困难 因为这个中东问题 其他问题 往往会占去美国总统最大的时间 在东亚方面 应该说美国对中国的防外执行 是非常重 非常的担心 但他一方面跟前任总统不一样 他在其他很多方面 比如说要同盟国负担的问题 和这个自由贸易的问题 他跟以前总统很大不一样 所以在各方面都在 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具体东亚这块会是怎么样 我想下个月 这个方面重要一部分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川普总统要会谈 也是一个重要事 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 那么说到了这个川习会 当然这个确实各界都非常关注 四月初即将要在美国召开的 这场川习会 温教授您个人看法 很多人说习近平很有可能 会带来一份大礼单 送给川普政府 那么希望能够借此 来修好美中之间的关系 您认为习近平会带着 什么样的一个善意 来到华盛顿 或者来到佛罗里达的这个庄园 那么川习会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吗 我想这个礼单很难说 因为那个 因为这个目前来说呢 就是很难就是说 看出就是说 美国当然最希望的就是 中国目前来看就是在这个贸易方面 但是这个贸易方面谈判还没有开始 我想那个中国方面就是说 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很小 它一定是会是这个 通过这个在谈判里面 很艰难的谈判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就是这个北朝鲜问题 那个中国能做出 多大努力 我们也不会很清楚 我想呢在这个 靠近这个 这个 西川会的时候呢 我想呢 就是说双方的政府一定会做出努力 来找出一些功能里面 我想这次 蒂勒森到北京的议题 也会是其中一部分 与此同时 万教授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的中国媒体 在蒂勒森国务卿的这次访问当中 做出了很多的分析 就是为何美国要再次出访 日本与韩国 美日韩的同盟 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 那么甚至还有中国媒体提到了 这个是美国有意要打造 在东北亚地区 美日韩同盟这样的一个形成 一个小北约的一个局面啊 那么您怎么看 美日韩同盟对于东北亚地区 政治还有军事上 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当然如果这个美国 日本韩国这三个都是民主国家 那么呢又是同盟国 如果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密的话 这个对这个东亚的局势稳定的 会有帮助 但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刚才那记者会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韩国跟日本呢 现在呢 这个合作比以前加强一些 但那之前有很多的问题 就像这个历史问题 有这个说这个魏安夫的问题 因为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釜山 它又有一个这个少女像 所以那个从某种程度上 那个日本和韩国这个 这个外交政策上 这个交往上已经出现很大困难 那个另外一方面 那个韩国又会有新的总统选举 但他有一些就是左翼的想法 所以我想这次齐勒森去韩国 他也是要维持 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虽然说美国和日本 都很希望有一种 类似这个小北约的这个机构 但是具体能做到 什么程度我想还是比较困难 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反弹非常强烈 就这个萨德问题 那么韩国呢 也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那您觉得如果这个小北约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或这样的一个模式形成的话 它可能对中国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 一开始的讨论也提到了 蒂勒森此行很有可能 是要给北京施加更多的压力 希望北京在制裁 或者是在这个应对朝鲜方面 能够采取更强硬的一个措施 如果美日韩的同盟 在这个东北亚形成这样的一个小北约 它可能对北京产生什么样的压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在网路上 也有一位网友Chloe Chen 他其实也提到了 很多的西方媒体 一致的在批评 那就是中国方面 一直要韩国来停止部署萨德 很奇怪 中国方面为什么不相反的 去寻找问题的源头 去制止朝鲜的核弹呢 那么万教授您的看法 因为我想这个中国那方面 他好像把这个问题看成了 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原因 一方面是北朝鲜这个行为 立法院他认为的就是 美国的压力也是这个 朝鲜办的问题之 这个核心之一 所以他这个王毅外长会讲到 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停止 他的这个间接的看法 跟那个美国 或者说日本的看法不一样 那就说到 如果就是有这个小北野的话 当然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压力 他的选项并不是很多 因为他这个东北亚 他能有盟友的就很少 那个唯一可能还就是说北朝鲜 北朝鲜又是个问题 但他有可能就会在这个 军备方面要增强他的能力 那么在那个就是说与俄国的关系 然后在其他的地区 东南亚和其他的 就是世界其他的东南亚 要增加的能力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冲突的可能性 会变得更大一些 万教授 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两分多钟时间 想请您跟我们谈谈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外长王毅在最近 也再一次重提了六方会谈 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 美日外长在记者会上已经谈到了 现在还不是与朝鲜来进行对话的时机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中国与美日两国呢 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仍然是分歧的 您个人认为呢 现在是不是一个来与朝鲜政府 对话的一个时机 那么所谓的六方会谈 为何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功效呢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北朝鲜问题 就是他软硬不吃 如果你不 不这个六方不会谈的话 他再继续这个军备 那如果你即使这个压力呢 他继续在这个核武器方面做出努力 所以提勒森也讲到 过去20年是失败的 但是问题是说 除非你就是要结束他这个政权 那你一定要通过军事打击的办法 这个选项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 各方都没有这个意愿 那没有这个军事打击以后 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没有 那么就是说以前 其实那个美国方面 或者日本方面 也认为六方会谈呢 达通的成果很小 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其实他有些人 那个日本呢 他以前呢 就是说就是近几年 他也自己通过有自己的那个渠道 比如说他因为他有绑架 人质的问题 这个绑架的问题 所以他那个 他的其实利益跟那美国不一样 但是他没有成功 所以他现在又转回来呢 比较强硬 那么最后我想您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朝鲜现在不断的在加大 他的威胁与打击力度 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 美日的记者会上 也看到许多的日本记者 其实最关注的 不是美日之间的经贸往来 就是日本本身的安全 甚至向这个国务卿 蒂勒森提出 朝鲜到底有没有能力 来攻打日本 那么现在各方也都有个疑问 就是朝鲜不断的 在加大这些威胁 他们可 他可能攻击的目标 他到底锁定的是谁 朝鲜想要达到 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我想那个 日本当然不愿意谈 这个贸易问题 因为川普总统 他这个贸易问题 他也是批评日本的 所以他日本非常担心的一些 当然他最担心的 他最希望美国跟他合作 当然就安全了 那么就是说 谈到这个 是不是先发制人 他们日本内部的 他怎么在考虑的 我不清楚 但是你从看 的迹象可以看出 他大概应该是 也在考虑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 北朝鲜能不能 就是把核武器 打到美国来 那还会有一段时间 但他目前来看 他大概有能力 把这核武器 打到日本本去 他最近也是 所以说在这情况下 日本他一定会考虑 这件事情 具体怎么做 我不清楚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 万民教授 来到我们今天的 特别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您 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 蒂勒森亚太型特别报导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 稍后九点钟 美国基因VOA卫视 要继续为您播出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稍后再会